各位同學 如果考卷還有問題 那要來問我 如果還需要再討論了 再跟我約時間 我樂意讓大家 如果沒有給到分數了 就讓大家分數再把它往上調 這是可以的 因為有時候回答的方式 其實我不一定真的都看不懂 所以難免會有一些沒有改對的 就是這個可以討論 再來我們就來講IQ這件事 我剛才上一節課講到說 這個IQ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 如果你有你可以調整 我現在已經可以調整I 那Q要怎麼調整 那如果我I和Q都可以調整 那我其實事實上 這樣我就可以合成各式各樣的相位 所以我現在就要做到一個IQ可以調整的東西 OK 所以我現在定義一個很基本的Mixer 我這邊就定一個最基本的Mixer的一個狀況 這Mixer進去叫做IF 那我Mixer出來叫做RF 那中間有個LO去給它 那如果我要 那這個LO跟LO是InFace 所以是I 所以這邊會有個I訊號的RF 那如果 如果我要IQ都要能夠做處理的話 那我就是最簡單就是再做另外一組 Mixer 然後我的LO 這個地方做90度 然後這個地方做Power Split 然後一邊就給I的I Mixer 然後這個地方因為跟它是垮抓球 所以就這邊就給Q Mixer 所以這邊LO插掉 所以這邊從LO從這邊給 所以這個地方就不是IF了 它變成是I 這邊是Q 或者說IF的Q IF的I OK 那RF出去之後 這邊把它相加 Power Combine 那這個就變成一個最經典的IQ Mixer IQ Mixer 那你 那個 你不管在做什麼 那只要做到訊號轉換 一定要會做這個IQ Mixer 那如果是最後面 你嫌它的Game不夠 再加放大器 那就是我們之前談的東西 就IQ Mixer這件事情 這樣大家還OK嗎 行 那各位同學你會不會覺得 這件事情 感覺怪怪 好說 老師我現在可以創造了IQ 對不對 我要怎麼去解IQ這件事情 我要怎麼解IQ IQ我要怎麼解回來 那你如果能夠創造不能解也很麻煩 但是 但是非常巧妙就是 你的IQ的解IQ這個東西 剛好跟IQ的 創造IQ的裝置 是長得一模一樣的 那我要怎麼講呢 我們這邊來把這個數學寫出來 這個的訊號叫做 IFI的時間訊號 IFQ的時間訊號 那這邊就是 cosOmega LO 那這是 sinOmega LO OK 所以我的RF訊號 就變成是 是IF的 IQ的 I I Omega 乘上 cosOmega Omega 加上 IF 那個 Q T 乘上 sin Omega LO 這是RF的訊號 好 這樣子 那頂多最後再乘上一個係數 但是我們現在來想一件事 如果 我要如何去還原這兩個訊號 對對對 不好意思 Omega LOT 那如果我要去還原這個訊號的話 我怎麼還原它 很簡單 我只要把 RF T 我再乘一個cosOmega LOT 那它就變成是 IF I 的T 然後乘上cos 平方 Omega LOT 加上 IF Q 的T 乘上 sin Omega LOT 然後再乘上cos Omega LOT 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你可以把它畫成 IF I 的T 乘上 1 2分之1 加上 2分之cos 2倍的Omega LOT 然後 加上 IFQ 的T 再乘上 2倍的sin 然後 2倍的Omega LOT 那這個意思就是什麼 這個是會隨著時間而變的 對不對 對不對 而且這個隨時間而變 它平均起來 幾乎就是0 所以說 假設 假設 我現在把一組訊號 我把一組訊號 它具有IQ的訊號 IQ訊號 那我把它放到一個Mixer 然後這個地方是給一個LO訊號 那我這邊再做一個 那個什麼積分器 它可以把 那個cos 2倍的Omega LOT 然後 2 然後去DT 對它做積分 那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就是 就是 IF I of 對 沒有錯 讚喔 那 那同理來說 那我也可以對它做處理 所以對Q處理 就 RF訊號 如果乘上Sine Omega LOT 那它其實你看 你就是 這邊我就不再多寫 如果我乘以Sine的話 那它的Sine 這邊乘下去 剛好這邊可以消掉 那這邊會加起來 因為Sine乘以Sine 是有1 2 平方就有1 2 像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說 我 我的 對不對 沒有錯 Sine乘以Sine是1 2 所以 我這個IQ Mixer 訊號出去之後 我把它收下來 那我 我把這個訊號分兩邊去處理 那我這兩邊處理下來之後 我這邊就加上一個這個Mixer 然後我這邊給一個LO 然後這邊給一個90度 這LO 那這個是I 這是Q 2P 就是2P 所以前面是2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 2個等 2分之1 2分之1 這2分之1 對對對 這2分 欸 是嗎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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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之1 2 對 2分之1 那所以說我這個下來之後 那我這邊會有一個I訊號跟Q訊號 那所以說如果我的LO訊號 然後這邊還要記得要再加一個低通濾波器 就是做積分 那把它這個高頻這個TEN把它抑制掉 那所以說我的I訊號 基本上就是幾乎就是正比於IF的I 那我Q訊號幾乎就是正比於IF的Q of T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Mr.很有趣 他不就是上去不就下來 他其實就有點類似在做內積 就是我如果有一個向量 那我乘上某個係數 那他就會放大縮小 那我要知道這個係數多少 那我就把它乘以這個自己的向量就好 就DOTR的意思 很有趣喔 OK 就是我如果把一個向量乘上一個α 乘上一個I I就是一個存量 他就會組合 那他就是兩個向量組合 那我要萃取他到底是多少 那我就把這個向量 去跟I向量去做內積 那內積啊 在線性代數裡面叫做乘法 乘法在積分 大家回想一下 所以乘法這件事情很有趣喔 那一個向量 跟另外一個向量做內積 基本上又就會把係數取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是取出係數的概念 這東西是合成向量的概念 那對他來說都是要 有一個向量去做乘法 就是這樣 你這樣就可以對於向量做乘法 那所以說那個Mixer 再回到這個很有趣的這個符號 那這個這個IF 基本上就是係數 那這個RF 就是合成出來的向量 這個LO就是一個基底 要跟他做一些 要跟他做一些乘法 那他順的過去也可以 逆著過來也可以 那順的過去就是一個常數 存量跟一個向量相乘 會變成另外一個向量 那 那 那 等一下 OK 那逆著回來的話 就是我有一個已經合成的向量 要已經合成的向量 要跟我這個基底的向量 做 做 做相乘 然後就可以變成一個存量 這樣有沒有很有趣的感覺 OK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 有一件事讓你覺得 又有點不爽 我至少我小時候聽到這件事 我就覺得這件事很不爽 你會不會覺得很不自在 很 非常非常不自在 你現在覺得很自在的人 可以舉手一下 還是你覺得很 我那時候就覺得這次對我來說 我不能接受他 為什麼 因為 因為誰跟你講這個LO會跟這個LO一樣 你手機的GD 你手機的LO會跟GD台LO要一樣嗎 這也是有多難的事情 這也是非常困難 手機的LO跟GD台LO會一樣嗎 這絕對不會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這個LO 基本上絕對不會是一樣 那至少不會是同項位 所以說現在就會變成說 這個LO 這個稍微再說明一下 這個LO 它最後 他們基本上是這樣做的 就是 我這個東西 基本上你要先做個震盪器 那把這個震盪器做除頻 那除下來之後 要跟另外一個東西做相位比較器 然後比完之後再回到這個震盪器 那所以說 假設這震盪器是一個 30GHz的震盪器 那我就除以一個 我先隨便講一個 就先 假設除以1000倍 那1000倍 30除以1000 30G除以1000 那就是 就是0.03G 那就是大概是30MB的時候 那30MB的時候 你把它跟一個東西叫晶體震盪器 就是Crystal 這個晶體震盪器 我們等一下再來聊 就是 這個晶體震盪器跟30MB做比較 那如果 它發現它的相位比30MB快 它的震盪器就要叫震盪器正慢一點 這個V control就會調整 使得這個震盪器震盪的比較慢 那如果它快一點 那如果它這個回來比較慢 那就會讓它比較快 所以長期下來 這個震盪器 它會是 它會是穩穩的是30GHz 所以這個Crystal就是晶體震盪器 那各位同學 在自己的手機裡面 每個裝飾一定可以看到一個 用鐵盒子把它封裝起來 這個東西 那一定有一個 那叫Crystal Oscillator 那這個Crystal 它是 它是用 用那個 好 我就不懂了 反正它基本上 它 我記得它的震盪的頻率值 跟它的那個什麼結晶的結構有關 跟其他東西的關係非常的少 所以它可以提供一個相對很穩的一個 一個震盪源 那台灣有一些公司 就是專做晶體震盪器 有一次我還被他們邀請過去 那年末尾牙的時候去演講說 晶體震盪器的規格到底要多高 什麼什麼的 那其實晶體震盪器 它如果能夠震得很準 那它其實基本上 第一件事情就是 它跟基地台的頻率這件事情 就可以比較沒有關係 對不對 但是相位怎麼辦 相位沒有關係 相位基本上 假設 我現在QPSK是長這樣子 那我相位不對的話 頂多這個東西往這邊移了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我這個東西不對的話 我等於是說 我解出來的 我解出來的這個圖 就可能是 可能是移了一個角度 那我移了一個角度這件事情 假設它移動的沒有很劇烈 或說它不會一直變化 那基本上來說 在做數位訊號處理的一些演算法 是可以把它校正掉的 但是如果你這個變化 假設你這個震盪源很不穩 你就發現它的相位 你如果直接去量 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 會來來回回在那邊跳動 你直接看你就知道 這非常的討厭 那它就變成是一個 你就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會這樣 會這樣抖 會這樣一直晃一直晃 那如果說你收的訊號夠快 那有機會處理掉 但如果晃得太嚴重 它有時候 還有可能這樣一直晃下去 一直轉下去 但如果夠快都可以解的掉 那如果慢就解不掉 所以說基本上來說 就是做LO的人 就是這邊稍微差提一下 LO這個東西要正的準 然後要不要一直晃 這個東西就變成是另外一個RFIC的一個重點 那它叫LO chain LO鏈 那這個我希望 I wish 我可以提到這件事情 不要這個RFIC課指交到frontend這件事情 OK 那那好 那這樣大家還行嗎 就是我 我的Nixer基本上做乘法 那乘法 我可以一個純量跟一個向量 就是跟Cosine做乘法 那我也可以一個 一個 一個純量跟那個 純量跟 那個向量跟向量做乘法 變成純量 我這件事情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好 那 那 那這是Mixer 那接下去 所以說大家就知道Mixer可以做到條辯跟解條辯 好 那我現在就要回到微波工程的講法 因為微波工程講法 比較容易去 去讓大家做設計 因為條辯解條辯它的訊號 是 是一個變化無窮的這種基頻訊號 這個訊號 基本上 它基本上就是數位 你看數位訊號這樣 沒有規則在那邊變化 這東西很難設計 那如果我們用 把這個東西做複裂的轉換 展開 你會發現是一個 有一個平帶的這種訊號 因為它變化是快快慢慢 在這邊跳動 所以我等於是把有一個平寬的訊號 這個東西 跟一個純量訊號做相乘 就會產生另外一個RF訊號 那所以說我們如果站在頻率的角度去看這個Mixer 我們又會看出一些 一些設計的一些原則 那這個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開始講 就是 一般教科書裡面就把Mixer 拿來當成那個 升降頻的功能 OK 那我們就開始來說了 這一個Mixer 還是一樣這個Mixer 那有個IF訊號 LO訊號 RF訊號 IF如果是 cos Omega IF T 那LO 是cos Omega LOT 那我如果都取Facer的話 嗯 我要取Facer嗎 不要取Facer算了 就是兩個 如果相乘 就變成是cos Omega LOT 乘上 cos Omega IFT 那它會變成什麼呢 因為它 這個東西是G嘛 對不對 我可以用G化核差 那等於二分之一 那個cos 那個Omega LO 加Omega IFT 乘上 然後再加上cos Omega LO O-Omega IFT 對不對 這叫激化核差 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這個 這個 這個式子三角函數 各位不要害怕去記憶它 就是 為了各位 各位有一個概念 就是 你遇到cos 就把它展開成油拉公式 就是二分之一 IsFalential 的 J Omega LOT 加二分之一 IsFalential -J Omega 那乘上 二分之一 IsFalential J Omega 加二分之一 IsFalential 付J Omega RFT 那我乘起來之後 是不是會有一個頻率相加的項 也有一個頻率相減的對程項 所以你用油拉公司去想這個計畫核差 你就永遠不會想錯 那我自己 我自己本身記的時候也是這樣記 那算也是這樣算 就是 你只要知道說 我的訊號 基本上有個正的頻率跟負的頻率 那一成以後一定有正跟負的會相乘 所以我如果再頻率成分去看這件事情 那就會看出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IF的訊號 IF訊號在這裡 但他負的也會有一根 很遠 那 乘完之後我乘出RF訊號 那 基本上我乘完以後 就這兩邊會各有一根 這個叫做LO加IF 這個叫做LO-IF 這樣還可以嗎 行 所以說 這個Mixer它就有一種能力 就是說 可以把我原先IF的訊號 把它搬到高的頻率去 這樣行嗎 所以說假設我的IF訊號是一個有條變的東西 我們就看剛才的那個 剛才前面這個東西 就是 這裡 就是我的IF訊號 基本上它是一個雜亂無章的這種通訊訊號 那這種雜亂無章訊號 經過負列轉換 我可以得到一組那個功率分佈函數 就是這個Power Distribution 那個 那個 Density 就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頻率 那假設 我把我的IF訊號是一根 那它會跑到這一根 所以說假設我的IF訊號是這個 是雜亂無章的這種基頻訊號 那我混上來之後就會是長這樣子 OK 那我IF訊號 假設 假設我的IF訊號的變化很快 就是我剛才跟各位講BPSK那變化很快很快 那就帶我的頻寬更寬 那我混出來之後我的頻寬就更寬 OK 所以這樣大家了解我意思嗎 我就是我利用 因為現在的設計啊 那個你要設計用磁域訊號 然後去做轉換很難 但是我如果頻率頻率的 每個頻率的TEM 去單獨討論比較簡單 所以我現在用頻率的角度 回推我的那個Majurator 那發現一根 他基本上就是混出上下兩根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那所以說我這一片 那混出來就是上半片跟下半片 所以整個就是一個完整的頻道 所以我假設 我這個地方是10Mb 那他基本上佔了一個頻道 就是20個Mb 就是左右各20個Mb 那所以說我們基本上泛指這種 會變動的這種東西 我把它叫做Bassband 叫Bassband訊號 那叫做基頻訊號 那各位說 那IF哪來的 就是要另外再講 但是我們在這邊就是基頻訊號 然後透過Majurator 我直接可以把它變成RF訊號 叫做DirectUp 就是我直接就可以升上去了 那我的RF訊號 透過Dematurator 就我剛才講的那個乘法架構 直接就可以換回基頻訊號 就可以直接升 直接降這樣 OK 所以大家 恭喜大家就知道 Majurator跟Dematurator的差別這樣 好 那如果到這邊的話 那我還可以跟大家再講一下說 其實我直接升直接降 會有一些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等一下再說 但是我們 我們有一種做法 就是說 我可以 把這種基頻訊號 先 先在某些地方先產生 先產生到這裡 我用我的Majurator訊號先產生到這裡 那這個訊號 可能這個基頻是20Mb 那我可能產生到這裡 就把它產生在500個Majurator 然後 我再想辦法 把它產生 把這個東西 升 升平升到 升平升到 譬如說 60G感 我可以試圖 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叫Baseband 這叫基頻 這叫射頻 叫RF 就會輻射的頻率 RF 那這叫什麼 這不是基頻 也不是射頻 叫中頻 那叫做IF 叫IF頻率 所以 基本上來說 Mixer一開始做完 基本上他就是想 他的一開始的做法 就是 有一些電子電路的人 想辦法把我們的這個基頻 做一些條變 這條變包含一些類比電路的乘法 他把Cosine Sine去做相乘 但是他們這種條變器的能力 不夠到高頻 這個不夠到高頻 跟原因等一下還要再解釋一下 就是 他這個沒有辦法做得很高頻 大概最多就一兩G 那或者說 現在有一種叫做數位中頻 就是說 我直接使用那高速的ADC 直接就做到這個東西 一次達證到這邊 但他就沒有辦法到60G 該或者那麼高 但是沒有關係 我做到這邊以後 這種high quality的訊號 透過我的這個 這個Mixer把它升升上去 那當然就是Mixer可以升也可以降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 就是Mixer的相乘 就是頻率的相加相減 我可以相加也可以相減 我可以把它降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我把Mixer 拿來做升降頻器的話 那Mixer的IF端 真的叫做IF 就是Intermedia Frequency 就是中頻訊號這樣 這樣大家OK嗎 好像做了什麼好處 這個做好處很大 好 那我跟你講一個例子 首先 首先就是這一個 這個很有得聊 就是 我畫這什麼鬼畫 這個這個東西 首先你看一下我這個這個式子 我這個式子 你這個地方 我這地方是一個控制訊號 我這控制訊號正比於我的訊號的成績 對不對 但你這邊地方還有一個訊號是 S21乘以LO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你不管你怎麼做 你的LO訊號 就是你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有一根LO訊號在這裡 那你對他做調變 你最希望就是把它調成你要的樣子 對不對 但是一不幸的是 這根還是大大的 你沒有辦法 你最厲害就是把這一根 整個讓它整個形狀變成這個樣子 但你沒有辦法做到那麼好 就真的很難做到那麼好 所以會有一根 一根大大的在翹在這邊 我們把它叫LOE 然後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假設原封不動的輸入到你的PA 那你輸出的功率就會被這一根擋住 不知道就是那一根會吃掉很多power 不知道 因為這根假設是18dBm 那下面這個東西 總和如果只有14dBm 那你的LO power 不好意思 就會被這個塞住 就會整個掉4dBm 這個很討厭 這叫LOE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討厭的問題 那第二個討厭的問題是在於 在於爭議 還有那個動態範圍 這個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可惡的 這另外一個動態範圍就是這個 就是說假設你這個訊號小小的 我們來講接收好了 這個接收的話 我如果說一次一次到位的把它收下來 對不對 那我這個東西 這個放大倍率 就是只有兩級 那我收下來的訊號 假設是-120dBm 那我這邊要-20dBm 才有辦法進行那個ADC的處理 我請問一下我中間要放大多少倍 要放到100倍 100dB 不是100倍 要放到100個dB 那你要怎麼配 那可能這是50dB 那這個可能也就是 這邊可能要配50dB 你非得要這樣配 不管你怎麼配啊 你就發現有一邊 一定會有一邊的爭議會無敵大 那大家現在都有做過放大器 十幾dB是OK的 那老師要你做50dB 不是整個就翻桌了 對不對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50dB這種東西 超級容易震盪 它除了容易震盪之後 還會互相干擾 就是假設你這個地方 放一個50dB的放大器 有這個研究 CMOS你就畫一個空的PAD 那你這邊下針這邊下針 裡面什麼電路都沒有 它大概是-80dB OK 所以意思說 Output干擾到Input 大概就80dB 那你正義如果50dB 你不覺得有點危險 那你如果兩級50dB放下去 你怎麼努力做就是會震盪 然後它這個周圍也會干擾 這個50dB它到這邊就會干擾 所以你整個系統裡面干擾就很嚴重 所以說最好的方法 那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最好的方法是 我先放到中頻 所以我這個地方可能放大20dB就好 那我放到中頻之後 中頻還可以再放大30dB 然後再放到基頻 基頻放到50dB 你看這樣子我頻率分兩次 那它的那個什麼 它的那個放大的頻率又不是同一個頻率 那你的系統就會設計得非常Rubust 對不對 而且我這個地方可以調整我的放大的增益 所以說我需要要大要小就沒有問題 但如果這個一次的需要太大 它很容易在這邊就飽和 所以可調性來說多一個頻率 那你單獨在那邊調整其實是比較好調 那電路設計就很可惡 就是這個我完全沒有沒有否認這件事情 電路設計其實就不好設計 這是很確定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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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跟各位講另外一個 對 這是主要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你高頻的話 要做到一個精妙的調變其實是不容易做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為什麼 對 所以大概是這幾種問題 但是 如果你要單純的做升降頻器 它還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你看 就是 假設 IF訊號在這裡 那你的LO訊號在這邊 那你升上去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IF的正的 IF的負的 你會有兩側 這個跟直接調變不一樣 直接調變是 我有一個基瓶 我升上去之後 它在LO的兩側 因為它把這一根 變形了 對不對 但我現在是 我這個沒有這一根 我直接創造以後 直接把這個原封不動搬過來 那我搬過來之後 這一根的E-LO還是在 所以說理論上 我要把濾波器把它濾掉 沒有錯 我要想辦法把它濾掉 那很好濾嗎 不一定好濾喔 你看喔 這件事情 假設這個是50Mb 這50Mb 然後這個東西是2G 那這就是2G加50Mb 那這2G-50Mb 這要濾掉 超難做的 你基本上你很難找到一個 可以幫你做濾除的動作 對不對 想想看真的很難 那 這個還是 這個就算了 它有些 還要你調頻到 那你就是直接翻桌 因為我如果這邊做一個東西 那我哪天 我要把2G加50Mb 調到1.9 那我一定不可能成功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你就需要有個中頻 這個是這樣來的 這個系統 你就是一堆雪類史弄出來 所以你問為什麼 你就是自己做做看 你做出來就很厲害了 就是 那個時候就是 一個中頻在這裡 就是我這邊講一下 就是我那時候 有一次 講說要做升降頻器 然後這升降頻器 他的那個計畫的金額是3000萬 3000萬 我說這麼簡單 然後他頻率多少 2G加 我就3000萬 我說哇賽 結果後來 他一開始跟我說 conversion gain什麼10dB 我說 然後中心頻大概2到3G還是什麼 然後他說 他這個一個這麼大的箱子 然後我就說 我做一個晶片 一個mix的3000萬 我當然做 然後後來 跟他講完以後 他第二次就給我看了一個規格書 一本 你知道嗎 就是好幾頁 他說哇賽 那除了conversion gain之外 一下 一堆那種次要的規格都跑出來 power handling 你要超強電路灌進去之後 不要讓它嚇掉 然後你還要怎麼樣怎麼樣 一堆喔 其中一個就是超級頭皮發麻的東西 就是 他這個假設這個是一個訊號是 我記得好像是80 我忘記了 我夢到好像是80Mb 然後我夢到他好像是 好像是這裡 他的訊號 我說假設 假設有個訊號 他這個是80加 80加3G 這個地方你要濾 就基本上濾不掉 然後假設這個時候 他又要能夠調 然後他還有這個 他還有他的好朋友 就是他的贈品和負品 所以你這整個都濾不掉 所以唯一最簡單的方式是怎麼做 有個方法就直接去做一個 他沒有 他直接做個很精妙的電路 可以把這兩個東西濾掉 這是可以做的 但是有一個正解的做法就是這樣 你先80把它升到200Mb 那200Mb這邊就變成是280 然後跟什麼 跟120 然後是200 你要把280跟 280跟這邊濾掉 其實不是那麼難的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去買一個 那個叫做 叫做那個SAW filter Soul filter 那就把這邊幹掉 乾乾淨淨的 這個可以去買這個濾火器 然後幹掉之後 再把280升到3G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好朋友 這個3G這個地方 他反而是 他變成是270 對不對 2700Mb左右 對沒有錯 2720 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Low sideband就掉到2300 所以這邊就可以比較好濾掉 這樣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這邊就可以直接利用一個RF濾火器 去把我的頻道濾掉 所以這個是中頻 固定的 然後他的這個 這個地方就可以隨意的去做變動 不是3G加280跟3G加280 3G加280跟3G加280 OK 不好意思 我這個地方我再講清楚一點 就我希望他突出的是3到3到3到 也許是3到 我希望他突出的是3到2.8G OK 那如果是3G的話 他的L2E肉 就是多少 就是2820 對不對 就是2820在這裡 3G的L1肉在2820 2720 對不對 那如果是2.8G的L1肉 就是在2520 所以我只要做一個東西去這樣濾掉 那他就一根在這邊就會 就可以在這邊自己調動這樣 這樣行嗎 那他的L2E又距離更遠 他的另外一個好朋友距離 鏡像訊號距離更遠 所以說 你只有這樣才做出來 那你如果不要這樣做 你還可以做一種方法 就是這邊這樣做以後 8G先升到80Mb 先升到800Mb 那他的中間 第一級的LO就是720 然後再來就是660 然後那你再做個濾波器把它濾掉 然後再把800再升兩倍 就1600 1600 那他的那個中間的訊號大概是 800 假設跟900混 那他就會升到891 就1700 然後他的900已經距離1700越來越遠 你知道就是說 你如果 因為Mixer他是兩個頻率相加減 所以一開始頻率如果很低的話 後面會幾乎分不開 那超痛苦你知道嗎 那是 絕對絕對分不開 然後要做寬頻 所以 所以有時候 就是 有些系統 他就會選擇 直接升上去 就不要那麼多了 就是我這邊有一個余孽 這邊有個余孽 就讓我 你就成全我吧 我這就有一個 那我直接升上去 周邊沒有一些有的沒的 這OK 那但是有些 有些系統就是說 我就是要高品質啊 那我高品質不計任何代價 譬如說軍用的 那他的話 他就中間就要綠得很乾淨 所以 所以那個我記得 去年的演講 就是台大吳瑞北教授 他有演講 有一個他說 你說手機啊 大家都說手機最貴是什麼 那大家想說PA嘛對不對 那其實他翻譯一下 最貴的東西就是濾波器 就Soul Filter 就是這種 這種濾的非常深的這種濾波器 你去查叫Soul Filter 這個水很深喔 那他基本上是用那個 用那個機械的那個 機械的硬力啊 去做那個什麼 去做共振器 那那個裡面好像就一定沒有那一顆 那你的訊號就互相干擾 就是設計不出來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說 所以說 Mixer 你如果開始設計Mixer之後 你就要 你就要面對很多 很稀奇古怪的這些系統的挑戰 那Mixer的轉換率很好 只是第一步而已 只是第一步而已喔 但是你要把轉換率 其他的不要的東西抑制掉 那才是最難的 那系統整進去之後 又還有他系統內部 radiation interference 那東西搞死你喔 真的是 真的是 我想一想就是 頭皮發麻 就是你們自己去做的時候 就會知道那很麻煩喔 就是 你就發現那RF電路 它為什麼都會有個鐵刻字把它封起來 那都是一些苦衷的你知道嗎 就是說你如果不封起來 它跟旁邊game很高的東西 又會互相干擾 然後量出來的訊號 都是一些你不要的一些垃圾訊號 就是我們之前在做那個雷達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就是 反正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我再稍微複習一下 就是說 那個Mixer 我在這邊再稍微簡述一下 Mixer 基本上你去市面上買了以後 這Mixer基本上有三根角 一個叫LO 一個叫IF 一個叫RF 你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它可以這樣子傳 也可以這樣傳 這個OK 這樣傳的話 我們通常把它叫做 UpConverterMixer 那如果逆著傳 就下傳的話 我就把它叫DownConverterMixer 那或者你可以把Mixer當成Majurator來用 那或者說可以把Mixer當成 Demajurator來用 那如果是當Majurator來用的話 Mixer就是Baseband的訊號 轉成RF訊號的一個媒介 那如果做Demajurator的話 就是RF訊號直接轉成Baseband訊號的一種做法 那你當然也可以先做一個比較低頻的Baseband訊號 轉成F訊號 那叫做IF訊號 所以說如果把Mixer當成頻率轉換的元件的話 那就是IF訊號跟RF訊號之間的對轉 那它們中間不變的東西就是乘法 就cosω1t乘上cosω2t 就只要知道這件事情 那怎麼做到乘法呢 就是可調正義的放大器 可以調GM 或者你也可以調RChannel 大概就是這兩種 那Majurator你可以把Baseband這件事情 想成一堆頻率的東西 所以未來在做Mixer的時候 你仍然是可以把它當成一個UpDownConverter的概念去想像 這樣就比較好去做想像 否則面對這種Baseband雜亂武藏的訊號 你是沒有辦法做設計 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這個課先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節課就要看大家的電路做怎麼樣 那先到這邊